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 山中的骷髅 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 当事人已经不在了 因为自从那件事情之后 好久他就去世了 可是他的事情 却一直在村子里边流传着 说村子里以前有一个刘老汉 这刘老汉无儿无女 他只住在一间破旧的草房子里边 平日里捡一些废品和村民的帮助 勉强度着日子 可是有那么一天 刘老汉像往常一样 来到村子外边捡废品 不知不觉的 竟然来到了一处山窝子里边 这刘老汉当时没当回事 毕竟他一个人 无忧无虑的无牵无挂 在山窝子里边捡着一些个 塑料袋 还有一些空瓶子 当时刘老汉把山窝子里边的垃圾 捡完了之后啊 就朝这里边走去了 路过一处树林的时候 看着下边有一个空瓶子 刘老汉紧了紧 筐就走了过去 树林在里边啊 黑乎乎的 阳光根本就照不过来 转过了右边才发现 腿上竟然有一根骨头 咔嚓的一笑的 把自己给穿透了 这根骨头直接就冲着自己的右腿 穿了个对穿 而且在旁边还有一句骷髅头 刘老汉这时候才发现 原来啊 就是那句骷髅的手指头 穿过了自己的小腿 由于这山里边 一些个出事的人死在这了 慢慢的被山里边的野兽吃掉 直到腐烂变成一具骷髅 这种事儿 刘老汉其实见多了 也没当回事儿 只是这疼的 他撕心裂肺的呀 他拔出了那根手指头 晃了晃站了起来 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 那根手指上面 沾满了鲜血之后 竟然慢慢的变了 从骨头上面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竟然长起了血肉 可是奇怪的是 血肉刚刚长出来没多久 就变得腐烂 红黄的液体流淌在 那个肉的表面 顺着身体躺到了脚脖子上了 这时候 刘老汉看到骷髅的样子 呆着了 因为骷髅上面 出现了一颗人头 那正是半年前 村子里边走丢的 二狗子 二狗子 刘老汉喊着二狗子 可是突然不再说话了 因为刘老汉看着 身前的二狗子 伸手撕下了胸前的肉 然后塞到嘴巴里面 嚼了起来 直到一伸脖子 把肉吞下去之后 才看着身前的刘老汉 张大嘴 熬老的一嗓子 一遥一步自己走得过来 刘老汉也被这一声吼给惊住了 看着浑身腐烂 嘴上边沾满了血迹的二狗子 颤沉巍巍地起来 张嘴 啥也没说出来 看到已经走到了身边的二狗子 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再说这二狗子 走到刘老汉身边 突然一个亮相朝前面拴了一大跟头 前身的手指头 直勾勾地挂在刘老汉的衣服上 两个人就倒在一起了 这会刘老汉也反映了过来 看着压在自己身上 嘴巴贴着自己头上的二狗子 吓得一大跳 抬腿就把二狗子给踹了下去 还没等自己站起来呢 就感觉这个腿疼得厉害 低头一看 原来二狗子咬在了自己腿上了 伤口处的血都变成了黑的了 刘老汉忍着疼痛 把腿从二狗子的怀里边抽了出来 晾了呛呛地朝远处跑 也不知道跑了多久 只觉得自己这个腿是非常的累 从跑着到走着 现在跌坐在地上的刘老汉 卷起了裤腿 看了看自己的腿 这时候他才发现 自己的整条腿竟然变成了黑色的 以伤口为原因 正在向四周腐烂着 刘老汉靠在树上忍不住的痛呼啊 这时候 一连串的水自从上面 掉在了刘老汉的脸上 刘老汉抬头朝上面看了看 他看到头上的树枝上 正趴着二狗子呢 此刻他脸上仿佛露出了 猙獰的笑容来了 下一刻 二狗子就从树上跳了下来 依旧是一步一晃的 走到了刘老汉的身边 用自己尖锐的指甲 插住了二狗子的胸口 刘老汉绝望地闭上脸上 牙齿紧闭 任由着二狗子掏出了自己的心脏 耳边上传来不断咀嚼的声音 刘老汉只感觉自己 仿佛是看到了一片 春暖花开似的 那里肥沃的农田 前边站着一个漂亮的女人 正在对着自己招手 紧接着 魂魄就穿过了身体 朝着远方飘走了 好了 这就是山中的 骷髅的故事